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提取到的牙齿 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从这些上面找到思源的突破口 这些牙齿有的还挺典型的 你看像这一颗是一个切芽 你看这个切芽旁边会有一圈隆起的边缘脊 它的形状像一个铲子一样 这个是典型的尺壮门尺的一个表现 在黄种人中出现的概率高达90% 所以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大概是一个黄色人种 那不你来看一下 好 牙根吸收比较严重 牙齿的齿间几乎磨平了 这样可以推测它的年龄应该在50-60周岁 多颗都有牙结石比较严重 可以看出它生前的一个口腔卫生很差 肯定有过吸烟室 你看一下这颗 它好像是一个益齿 应该是养后给材料做成的种植牙 我们可以去一些医院调一下医疗记录 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筛查死者信息 周老师好 怎么样,结果 我们对那个牙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一个亚洲人 推断它的年龄是在50-60周岁 还对它的DNA进行的检测 证实它是一个男性 齿字点已经粘成液 看到完全磨平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牙齿的特性 推断种族 性别 年龄 包括它的生活习惯 其实还可以做更多的坚定 那么我手上有一个以前我做的一个犯罪嫌疑的牙膜 这个牙膜呢 从死者右上臂 发现了一个咬痕 有一个缺省 这个缺省呢 意思是犯罪嫌疑人 牙齿有缺省 所以我们快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所以在法医界定中 牙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早安 早安 你看我昨天晚上写了 整不整齐 整齐 整齐 我给你看看我的笔记 是背你的笔记吗 这是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的笔记 你厉害一点吗 那你给我往上面寄新的笔记吗 我们说来这里之后吗 没有 因为我现在五指化了 五指化学习了 五指化学习了 太难了 刘彤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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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吧 这一次可能要请你们来 帮助他们做第四次考核了 没问题 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法医呢 你们也知道 他除了我们对付遗体 还相当一部分是打没死掉的 要做什么呢 要做他这个手上道理有多重 活体验伤 他涉意到量刑 就是我们没有考核这段时间呢 这些实习生 我们是安排了他们全科转 我们对这个实习生就跟他分组 一个是法医病例组 和法医毒化组 还有一个法医临床组 他们有一部学生就是赚到 我们叫临床法医 他们也在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呢 有一个小测试 所以我们要给现在队长出来没有 给队长 给队长 你介绍介绍 来帮我拆开 拆一下 好嘞 这个案件在后面 在前那个下面那个 没当过队长说 我不太会看 我第一次当队长也这样 介绍给我们听一听 来念一下 好 我队长啊 本队任务 对 对 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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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岁的陈女士 前天晚上被丈夫家暴 背部 腿部 臀部 是有皮带抽打后流下的血痕 手臂 大腿小腿处 有大大小小的瘀青 手臂无法抬举 脸部有明显的掌印和瘀青 陈女士 字数 我被丈夫家暴了 为了孩子 为了自己 我一定要和他离婚 他们说我只要做双残鉴定 就可以做法律程序和他离婚 你们一定要帮我 我该怎么做 明白了 一个被家暴的 对 想要找法医来做一个伤情鉴定 方便他快速离婚 对吧 比如说这段时间只有在临床实行 他平常就负责接电话 但是我现在要考核他 接到你们这通电话是什么反应 你们可以用各种难题给出给他 让他看看他怎么应对 比如说判定这个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时间 时间 还有是不是需要本人去 我觉得这很重要 涉及到一些和伤情鉴定 没有那么紧密关联 比如说接下来的 你还可以问他离婚的事情吧 对 我觉得你们可以问问他 我来之前我应该做一些事 然后这几个问题 我们就一起分着来问一下 好 喂 你好 你好 你是那个法医吗 是的 怎么了 你这个是湖北通通通通通通中心的 我那个被打了 我老公打我 我老公把我打得已经耳鸣了已经 你现在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吗 对 我在安城 我跟我家里的战略 我哥 我爸还有我邻居都在我旁边 那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身份信息吗 我33岁 然后姓陈 然后你说你老公是叫什么名字多少岁 你老公是叫什么名字多少岁 喂 你好 女儿你把手机给我 我跟这同志说一下 同志 是这样 我女儿被她老公打了 我们打算给打官司 现在就是有一个什么鉴定 看了她被打得有多严重才可以 你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出那个什么报告 就是我们这边是有这个法医临床的 可以来做这个活体检验的 但是我现在要先了解你的案情 你大概是被打了哪里 你现在可以 她删我巴掌 她直接删到我的耳朵 还是我现在进去 什么医院 说话我都很小 我都很相信 你去过医院看过吗 我还没有去医院 你可以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情况 刚才听你报告说 你也被就是伤得挺严重的 可是我现在再去医院再去找你们 我身上的伤是不是就轻了 他这个杀他有的那个瘀青的地方 我看都快消下去了 那你这算 现在自己拍照 那你们会换这个事吗 那你现在方便的话 你先用你的手机或者相机拍一个照吧 好好好 而且我心里的伤这个你们管吗 你们可以帮我把这个东西全都做重一点吗 因为他天天打我我真的没法再跟他纠缠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首先第一点 我们这里没有做精神丧产的资质 然后就是关于你伤情的话 我们肯定会客观地按照标准来跟你分析的 就是他的伤身见领 到哪一个程度是可以离婚的 我们这边只是出这个报告说 选上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 至于什么样的等级可以离婚 你可能会跟那个公安或者法院那边 跟他们过程 我们这边是给不了说明的 你这个有给公安局报过案吗 我们报案了 报案了 报案了吗 那你可以让派出所的人一起过来 就是我们可以带着这个警官去就可以是吗 按常规是需要公安的委托的 他也公喊 对对对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对不对 那我们就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对对出委托 对出委托不出委托不能给做 你还是带着公安局那边给的一个委托书 然后他们也会了解你的情况 你就把你的情况真实的反应才就好了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 如果你有区域的话 就医院的病例 以及医院的影响片 然后如果医院影响片的话 有电子 可以用光盘考过来 接到你报告那天开始 就是三十四个工作日之内可以出这个报告 好 超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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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好 谢谢 不客气 很意外 我前面这句话 我还以为是真的像以前那样 有法院或者有个人来咨询 就是当我点开工方的时候 听出来了另外几个人的声音 我那个被打了 因为我老公打我 你老公是叫什么名字多少岁啊 那你觉得自己今天回答怎么样 储便不惊嘛 但是老徐啊 逸琳啊 给我的一些意见之后 我觉得让我整个这个流程显得更丰满 住个医院吗 住个医院有那个就等待吗 现在自己拍照 就出委托 不出委托不能给做 你还是带着公安局那边 给的一个委托书 然后他们也会了解你的情况 你就把你的情况真实地反映给他就好了 哇 他们好棒啊 很专业 就是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说到了 几乎所有的他们所有的要点 都说到了 当然也是配合起来的 对 真的很棒 这个徐始龙在后面 很厉害 一直在配合 说拍照啊等等 就是拍照 还有关键性 他说的要委托书 委托书 不是把警察带过来的 警察带过来一个广告警察 没用的 对 还有公喊 可以有这个东西 所以像这种临场法医检议呢 它其实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要早点把证据固定下来 包括家暴 家暴你是越冷碩 打得越欢 像我们这个同济法医司法检议中 就是一个家暴的一个维权的一个中心 他们有时候是偷偷的来都不敢的 又怕回去又挨振打 所以嘛 你这是蛮悲哀的一个事情 要说就是 好多人就是隐藏着 就没有 默默地忍受这种事情 对 但其实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对 我想说如果真的经受过家暴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去容忍和忍受 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 佬通 都在吗 好 准备开会 这个你们刚才接了一封电话 刘涛医接电话 嗯 大概是有一个来执行的 对 在这个当中 你们觉得你们 把问题讲清楚了没有 跟他们 没完全吗 哪地方没完全了 没有明确告诉他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能起到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觉得我们好像可以 就直接帮他们判离婚之类的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说清楚的 我们做法院 除了做鉴定以外 它的背后很多事情 社会影响 社会责任也要有 但是今天表现都不错 我是非常满意的 基本要素全部都回答到了 我觉得挺棒的 除了因为这段时间 明昌法院时期还是很有效的 这个是很可喜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一个小的细节要告诉他 你拍完照以后 上面一定带有标词性的东西 这件事情可能就算是一个 餐前的一个开胃菜 开胃菜 所以这次考核 我们给你们的任务 应该来说还比较重 我就把这个案子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个案子一个中心的一个关键是 是个双丝案 双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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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应该是他们第一次推倒 这个又是高坠的伤 它这里为什么有这个 这是两只手都有 腿上有针骨 又是多个锐气得臭 然后呢 这个现场上就到处去学 所以这个案子的难度 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是笨得死去的呀 真的里面怎么也有什么 哎呦我天 真有 哇 四串 减串 切串 砍串 就都起了 双丝案 它环境会更加复杂一点 就对我们判断来说 会更有挑战性一点 就双丝案来了 我就非常期待 有双丝里面会不会有一些 很复杂的案情啊 这样的话 让我们能够用已经学到的东西 去解决新的案子 有些问题我交代一下 就是这一次考核是一个单边作战 你们觉得 是期待还是不期待 期待 非常非常期待 你期不期待 我 我很期待 我在想呢 是不是 你们看那排名 是吧 这陈徐同志还调到后面的 是不是要来证明一下自己 我心里想法就期待了很多天 新的考核终于来了 这几天不一直都在自己学习吗 要看看自己学的怎么样 现在开始准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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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走 好 嗯 嗯 双丝 相机有电吗 有的 好 那我们就这么出发吧 好 走了 我们先去看看那花坛那个现场 看到了 警戒先拉起来了 他是某一年的3月16号 在一个小区里面 这个公安局呢 就接到一个报案 小区里面一个花坛里面 有一个女性尸体 这个女性尸体呢 双脚是刺足的 身上有伤 所以怀疑是不是 从楼上掉下来的嘛 所以他们就上了三楼 哪知道党一打开 家里躺着一个男性尸体 这个遗体头面部 身上好多创 地上的 都是穴破 嗯 大致是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赶快就 换鞋换衣服 戴手套 你们可以是把现场先看一看 咱们现在是直接看视频吗 要先看一下环境 哎 你们可算起来了 哎 你们可算起来了 这什么情况 走 走 我们就去看看 你们的认为来了 有四个角色 围观的群众 啊 现场围观群众 就是这一次我们不是嫌疑人 我们只是 不一定 还不一定 我的任务是需要 要考核这个实习生能否理智分析感性发言 能否守住死者和案情的信息 给出合适的回复 好 走我们就去看看 你稍等一下 这里暂时我们进不了啊 不好意思 不能进 怎么不能进呢 谢谢 我们正在侦查情况 所以现在大家能进 咱们先出去好吗 先出去好吗 我给你撕点垃圾 不用的 不用的 谢谢 谢谢 跟您聊一下 我报的案 嗯 我是小区物业公司的保洁 今年56岁 家里环境不好 孩子才参加工作 我早上六点过来上班 然后我就从远远的 我从那看见就有人在躺着 走进过来一看 就发现好像是出事了 我就赶紧报警了 现在里面跟你刚刚看到是一个样子吗 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 认识他 他人很好 小李 小李 他有跟你聊起过他丈夫吗 我想想啊 好像有一次 我就在这附近打草卫生的时候 然后听见了他跟他丈夫的一个吵架 他就说 你如果执意要这样的话 咱们不如一起去死好了 然后我就想要不劝劝他 但是他也后来没给我提 我就光问了问他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吵架了 家庭不合目啥呢 我是这个手续的保安嘛 今天五十岁 我的工作是三班倒 最难的是上夜班 从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八点 他有什么家庭关系吗 家庭关系 结婚了 其他的也不太了解 对 有这么个事 之前有一段时间呢 他们家呀 就是去我们这个经理那儿投诉了 说是有人跟踪他们家 他跟他丈夫平时关系怎么样 有没有听到过一些什么消息 等一下啊 他们那个关系怎么样啊 咱们单独谈 咱们单独谈 就你把你知道的跟我说就好了 对 他可能对这个事情不怎么明确 如果互相听到对方的谈论的话 就会影响到自己 就是会漏了很多信息提供给我们 所以就是要尽量避免他们 互相听到对方的谈话 现场为我微观群众 然后呢整个的情况也 不会允许我们花太多时间在这儿 所以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分工 有人必须得去进入现场 然后呢进行拍照固定 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拿着相机去进去 拿用这个本或者你的笔也行 你要拍哪 那我先拍下脚啊 上面拍了吗 上面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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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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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他的好朋友 现在我在家一直当全职妈妈 我要考核实习生是否有共情能力 咱们离现场远一点 咱们离现场远一点 我想去看一眼她行吗 我们之后再 你们先别进来好吗 你是哪个玩意 当心 当心 我就不能进去看一眼吧 我先给你了解一下情况吧 因为我觉得她一直在跟我说 怎么备孕 怎么生宝宝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生上孩子 然后人就不见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事我真的接受不了 别跟我说说她的一些生活情况 她就是和习关系不好的 我觉得可能跟她生不出小孩是有关系的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 她们有没有什么争吵 就因为备孕这个事情 你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她 会有一些受伤之类的这种情况有吗 受伤倒没说过 但是她之前就跟我说 人要好好活着 赚钱 所以我觉得她肯定不是自杀 肯定是有问题 她性格很阳光 她是我们整个这个小区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好的 大概了解了 谢谢 你先缓解一下你的情绪 之后我们会处理的 去姐姐表现的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们去作为围观群众 去跟她聊的时候 她的反应能力 情商 智商 依旧是在她的水准之上 不得了 不得了 现在就带各位赶紧前去看一看 出什么事了 我们想去出名案了 我是楼下邻居 职业是一个自媒体博主 考核任务呢 考核实习生面对镜头 是否具备法医的专业态度 和公开话术能力 就在我们家楼下 我天哪 没错 就是这 那你可以不要拍吗 不能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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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给大家直播了 放心 我后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你是小区业主是吗 对 我就住这个楼上 有听到过她家里面的情况动静吗 就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他们家炒的 硬声是把我给吵醒了 又哭又闹 然后又听见东西撞到一起的 哐哐的声音 非常吵 有听到一些语言吗 就是聊天 具体的那个就是哭喊 哭喊 内容听不太清楚 就是男子在骂 然后女的嗷嗷哭 那大概是晚上几点 反正我睡着了之后 我差不多不到一点钟的时候被吵醒了 我印象当中持续了差不多十五分钟 然后后来我也就睡着了 可是我不能相信这件事情 我是要进去看一眼的 不可以 不可以进的 再紧紧先外面等号 这不是警官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得到最终好吧 你们既然不要聚在一起谈论这些话 他是怎么回事 是跳楼还是被推了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他肯定不会是自己自杀的 他应该不是自杀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线索发现的 我们最要不用围观 我就不能进去看一眼 咱们离现场远一点 这就是他老公的问题 你看谁知道第二天就这样 别听到是不是 我还问怎么回事呢 他说没事 好 觉得这个现场是不是有点烙腾了 我们集中一下 我们说一下 我想先请你们这几个实习生谈谈 在这种现场上有什么体会 难点在哪里 群众太多了很难 围观的很多 今天还只来四个 再来四个 你基本上你这个地方 就没办法开整工作了 你可以选择性的 你觉得他们信息很有用 我就都问一问 到远离这个现场的地方去 但你们刚才很好的是 我跟他谈的时候 你就别打岔 但是呢就是这种现场的话 因为有遗体场的地方 不要把一个暴露的现场 变成一个渔情了 一个自拍 发到往上去 发酵然后推断 这个实际上一个是对死者的尊严保有保护 第二个如果是个犯罪的事情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个侦查当中的事情 就暴露出去了 正确的办法是把底线拉远一点 然后呢这个遗体 我们开始看一下 后期我们再来做一些专项的遗体 所以是照相很重要 把这个原来的东西都拍下来 然后因为这个尸体也是在室外 而且是在小区内 会有很多围观群众 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勘察进度 留头来提点我们之后 我们有了相应的应对方法 这其实也对我们安检是一个帮助 这个现场叫什么现场呢 这叫坠落的现场 那么一旦遇到坠落现场 要找到起跳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是我们要找到起跳的地方去 这个呢就是发现那具男性遗体的一个现场 哦还有一具尸体 对 所以现在是给大家一个任务 因为是双尸案 就要考虑是看哪一个遗体 一定要先去做检查 给你们实习生 15分钟 哇这么多 大致看看这个男性的遗体 想想你们刚才看的那个女性遗体 你们给一个大致的判断 我们应该先处理哪个遗体 进去15分钟 有没有拍照的吗 有 赛 这是冰狼吗 冰狼为什么涂地 冰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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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这不刀换的鞋吗 刀尖有 刀尖有 五分钟了啊 没有时间的 没有时间的 先看遗体吧 这把刀 这把刀 可能是智商物 这怎么鱼是为什么 不是 结婚的 它的颅顶有伤 我们把它背翻过来 看一下背上有没有伤 背上 这有一张后背的 后背有一道 压痕还是 肚子上 你看它肚子上是有一个简创的 就这一块 十分钟了 那个阳台拍了吗 那边有东西需要拍的 有没有别的血迹啊 这里还有 奇怪的 黑色的 这里还有一个血 到这里 看到别的地方有血吗 你这个过来拍一下 你先拿记录仪拍 一分钟 一分钟 就是我们大概判断一下 它能自杀吗 手腕伤和脖子上有 不差的 尝试痕迹 是切创 对 就那种很明显的 很多平行的整齐的 然后手腕伤这个也是 然后头上那个伤 肯定不可能是自己看不到 然后这个也是地方伤的 六五四三二一 好 时间太短了 我们花了十五分钟时间 实际上去看了一下这个现场 那问题来了 你的工作的次序 怎么安排 我个人意见是先解决掉 那个外面的现场 那理由呢 理由就是因为三月份的天气 也是开春了 而且它的一个 肢体腐败的过程 也关乎到气温 现场也容易被破坏掉 因为会有很多人 然后还有一些环境天气的因素 可能会有现场一些物证 可能很快就会被破坏掉 从技术上来说 解决哪一个事情比较难 外面那个 外面的比较难 对 对 我觉得是这个 我觉得是室内的这个 比较困难 为什么困难 从手腕上看到的 有考虑过自杀 但是从头部的话 也考虑到他伤 难道这个致命伤 也分布得比较多 它的一个伤痕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 会比较困难一点 你们看到这个 男性事情上面 是很多伤 是吧 因为这个伤 涉及到什么东西 治伤物 还有成伤机制的问题 做这个男性移力解剖的时候 是不会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研究这个事情 所以终合起来考虑 我们还是先把 容易地解决到 好 我们到了这个滑坛的那个现场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我们正日八经的 开始考核了 那么我现在要提个问题 这种遗体 到你们汇报的时候 你们要汇报什么内容给我 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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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因是否需要的 需要 大致现在判断是个什么 像是个高罪 像是个高罪 怎么去间别抛尸 怎么去它自己下来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遗体 已经被解剖了 所以现在是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你们来找我要 我有的我就会给你们 如果你们没提到的 没有要的 我也不会给你们 我们就开始一个小时 我还要开始计时了 这是一个单独的考核 当然你们可以选择这种协作性的 就是一个人 对 一整个单独的 下单独的 计划画 一整个单独的 我們口頭傳輸過的一些方法 就從遠到近,從外到內 把一個遠觀的現場勘察完了就到屍體 他這個牙齒是不是掉了嗎?還是怎麼樣? 能看得出來嗎? 可能下颗鼓出的 這個是慢慢掉下來的時候 他不是這一臉著地嗎? 而且這一半的水腫 他是幾樓? 三樓 三樓,不確定 三樓 留頭說三樓 留頭在辦公室開過的 但是不一定是從三樓掉下來的 也許樓頂 死因是我需要的 怎麼去見別拋屍 怎麼去見別他自己下來的 但是不一定是從三樓掉下來的 也許樓頂 來吧,測量了嗎? 來吧 先測量一下那邊到這邊的高門 我來記吧 落地 那落地 足 這邊嗎? 對 370這裡是 這是 這裡 等一下 測一個最近的 測一個最遠的 中間也量一下吧 因為萬一他是骨盆著地呢 行 384 420 420 還有什麼要量的嗎? 你可以把它翻動一下嗎? 我想看一下它這個 挖盆這個碎片是有沒有壓在身體下面 翻吧 壓了半片 但那一片沒有血 但是如果它這個是對的話 那它身下沒有一點花殘的碎片 那就是它掉下來之後 花殘再掉下來的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它應該身下就會有很多小的碎的花粉 為什麼不是同時嗎? 對啊 我當時見過一曲那個高墜 它是15樓還是13樓 它中間有一個隔板 就造成了第二次的一個創面 下額骨 沒了 你看衣服上有銳氣的那種孔嗎? 衣服上沒有 衣服是完整的 衣服有沒有破損? 它的赤表上也沒有 背面得看一看 立一下 後面有血 這裡這一塊血 有血 拍吧 這頭皮的損傷也看不出來 但是我感覺應該有骨骨骨折吧 這三個不像是 這個像是打掐 餓 手指印 衣服可以脫吧? 你脫 脫 它這裡就沒拍到 是不是手臂扭曲了? 金眼在 針孔在 它這裡為什麼沒有這個 所有的傷都拍 就是兩隻手都有 腿上有針孔 模型上看的是破口 但不知道是不是針孔 感覺像什麼磕到了一樣 會不會窗戶 那個窗顏 它的窗戶就有點半落地 對 所以其實有一個窗 窗顏 這裡的傷是為什麼 一體已經被解剖了 所以現在是你們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你們來找我要 我們要整體的解剖報告 沒有實驗報告 只有實驗照片 實驗照片也行 要不要 要 關於實驗的所有材料都要 這是照片 它讀畫那些有嗎 讀畫你要嗎 要 要不要 肯定要 要就給你們 肯定要 因為它手臂有一個睜眼 睜眼 回去看 現在看 我看一眼 我看第二眼 的話應該結論就比較明瞭 還剩20分鐘了 我們還是一個 有遠到近的這麼一個觀察的方式 好吧 好 我想借助一下我們這個助理談 幫助我們去把這個起跳的現場 跟我們做一個勘察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這有什麼工具 我們準備了 你看 相機 然後呢 執法記錄儀 這個標記物 記錄本 我們這些東西呢 都會更全面更系統地 進行一個物證的搜證 這個肯定是拍照的 我來吧 然後我們領鞋套杯 隊長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先把一個大環境拍一下吧 OK 進吧 來吧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看這兒 剪刀 匕首 他們家怎麼這麼多那種 兇器啊 你們看這個 這是妻子的工作證 他是一名住院部的護士 什麼名護士啊 對 這個應該是胸肌 應該看看指紋什麼 會查一下 注射器 它這有一個藥片 三送輪片 二綿藥 天哪 看他們結婚的這封信 好感動哦 昨晚我一直睡不著 夢想著這一天終於來了 你嫁給我 會成為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 因為能娶你 我是最幸福的 想哭 這個沒有 這裡邊的這些都是這個 頭部的 我的天 太慘了 這有個筆記本 妻子發了一個信息說老公什麼時候下班 然後老公說在家班 17號 20號 21號 重複的對話 心願旅行冊 我們一起去走一個 畫一個 餘生走完 但是他一個都沒有畫 這個就是他們家庭背景關係了 這裡有一個債主的短信記錄 再不歸還欠還 我就去你妻子工作單位鬧 三點錢錢不到賬 我立刻找你家去 能理解為什麼他家裡 你看家門口 還放著個棒球棍 因為他們家可能會有人上門來 可是一般來催債的人 不會把人致死的 因為致死的話 就沒人還錢了 過失呢 但地上這個是血跡嗎 這個 血跡啊 你看 這個血跡延伸到這兒 你看它有光腳的腳印 你看 光腳的腳印 這個方向 你們看這個屍體的這個線 是有距離的 如果是被人扔下去的話 就在下面 應該就是說 自己跳下去會有緩衝 雖然是自己站動著跳下去 但也有可能後面是有人逼他 脅迫他 脅迫他 拿刀 就是說你把銀行卡給我 你別過來 然後打 細子血液和胃內容液 均衛健身 常規毒藥都沒有 還有那個安眠藥成分也是沒有的 他就是要取他那個皮嘴 對 他這一塊到底做了什麼 打了什麼 然後剛才還有個信息說他最近在被孕 一直在跟我說怎麼被孕 怎麼生寶寶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生上孩子 也許會去做檢查 然後也許會吃些什麼東西 還剩十分鐘 再回憶一下剛才需要勘察的點 第一個生前死後能不能判斷 他身上除了膏椎傷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損傷 體表上看上去 就針孔嗎 就針孔 我覺得大家現在是不是還漏掉了什麼沒有 這個為什麼會有血 這身上沒有血 哪身上沒有血 還真是 他很可能在擦家裡的血跡的時候 他拿著這個卷脂一邊擦一邊弄 然後不小心蹭到了這旁邊 我剛才看了一下馬桶裡面有頭髮 我就想為什麼馬桶裡會有頭髮呢 而且是女性的長髮 你把錢給我 擦血了 有沒有矛盾 矛盾點來自哪裡 再也不還錢 別過來我不客氣 你把錢給我 別過來 我大概能模擬出來 是個什麼樣的情況 首先 進了屋之後 丈夫能說 我需要錢 你把你的工資給我 上面寫的 再不還錢 就不客氣了 就是要催債 然後兩個人就要跟他扭打撕扯 啪 東西也倒了也摔掉了 一推 啪 結果 頭一撞 結果就撞出血了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這個剪刀 或這個壁紙刀造成的 但紮外沒找到有痕跡 就是血痕之類的東西 可能被清理過了 因為你看 他的這個軌跡很不同 太主動了 對呀 會不會是防衛過當呢 他的妻子砍傷了他之後 為罪自殺 他相信丈夫很有可能是他殺 但是妻子有可能是自殺 是的 妻子感覺自殺的可能性比較大 那我們把這些照片整理好 好 好 我們現在就把信息有效地告訴實習生 三十秒 老徐 拍一下 拍拍這裡呢 拍了啥嗎 整體的我已經拍完了 三 二 一 好 遺體的這個檢驗解剖就完成了 謝謝我們這個助力團 把房間那個現場做了勘察 謝謝老師 那麼我們談一下我們今天 看到的這種情況 是不是高墜 我覺得目前 不能完全判斷是 就是死後高墜還是生前高墜 就是首先它肯定是符合一個高墜的表現 但是如果現在要讓我選一遍的話 我可能會 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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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比較 就是還不能完全判斷 但是我傾向於是就是高墜至死的 因為它有些 就是體表的生活反應 所以你解決死因了 高墜 我沒有完全 接下來問題來了 有什麼辦法來幫助我判斷 就如果它是生前已經死了的話 那麼它身上會有一些別的痕跡 比如說它頸部其實是有一次惡痕的 然後手上有一個針孔 就是這兩個要排出之後 就沒有別的可能性了 就可以確定死了 如果死體身上的 除了高墜以外的其他的損傷 是的 需要排出 現場上有什麼特點沒有 它離這個窗戶有點距離 屍體和牆角之間的距離 窗戶在上面 就窗戶垂直 那垂直 那我們來想一想 如果一個人死了 你把它往上面扔下來 能扔多遠 扔下來肯定靠著窗戶 拋舍不會很遠 所以做一套地和離牆角的距離 是個非常關鍵的數據 一定要測量 甚至有的時候 可能還需要做一些 實驗 計算 什麼東西 什麼實驗 落體 拋物的實驗 既然你們提到這個實驗了 想不想做這個實驗 想 準備 我們要開始做實驗咯 墜樓實驗 是我們在遇到儀式高最愛件事 比較常用的一種模擬實驗 對於我們找到死者的起跳點 以及還原死者墜樓的經過 都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開始行動 先扛吧 先抬上去吧 先拿上去然後用對角交流吧 對 拜拜 我有點緊張 不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 你們不認 你們小心 你們現在要模仿的是什麼 先摸你拋屍 生前拋屍還是死後拋屍 屍肯定是死後 死後 死後是吧 行 屍體應該是比較沉 然後我們應該不會用很大的力 能拋很遠 正常拋 一個人一個人來就行 行 那我來 現在沒風可以拋 可以拋 好 好 準備 準備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這個聲音挺震撼的 三个 我之前 以为 就真的以为 就是人从楼上跳下来以后 就是没什么声音 然后 我今天就是当下感受到 那个蹦的 就那声巨响以后 我觉得这个事实真的是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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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的事情 就是今天刘涛跟我们说 如果是一个 真的人体的话 声音会更大 就刚才那个 包括那个模具 教育模具 已经摔了一塌糊涂了 就这么一个距离 都可以把人摔成这样的 所以 还是那话就说 不要轻易尝试这种 珍惜生命 这种作为 千万不要做这种 对 所以很多报案人 他为什么报案 他听的话一声巨响 砰一声响 都是听他响才那个的 所以那个响真的很厉害 终身都会激到这个声音的 很急促的一个声音 我当时听到就很害怕 然后看到那个娃娃 支离破碎地躺在那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痛啊 我是肉眼看一个假的娃娃摔在那 我都觉得痛 更何况一个活生生的人摔下来是什么感觉 那所以就是觉得大家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 如果有动过这种亲身的念头的人 真的没有后悔要 如果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后悔了 但是没有这个机会让你去后悔 然后他的肢体跟这个墙角的最近的这个肢体 量那个距离 因为我们现在记得是距离 莎姆还没有去损伤这个情况 对 损伤 他刚才在那个中间是被鼠了一下 中间我撞了一下 所以这种东西在实际上是会体现出来的 那这个应该算是自材的 还算是什么 这种事就是抛石 因为你看看他这个跳的地方 这个霧檐的地方 实际上是像一个垂直在下来的地方 对 还是算抛石的 我们一开始做实验发现 如果是这个人已经死了 然后我们把他推下去了 下落的位置会离这个垂直地面的墙体 距离不会很远 所以我在想 如果这个人是自己有一个出速度 他是向外冲出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需要一个 不但是向窗外 而且要向斜向上的一个外力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你俩要不要停 停 你这 我们这些 这样吗 可以 你们就是可以大概说一下 就是怎么做 三楼跑 然后模拟的是冲跳的 开始开始 好 来 好 可以 5 4 4 3 2 1 走 走 走 这是那种助跑 飞出来了 这是助跑的人 大概的位置吗 大概的位置吗 没有 过了 大概的位置 有点过 我们在这个案子中发现它具体现场它有一个窗台 所以我们需要去模拟它从窗台落下去 这样的话我们要用一个更轻的力去做模拟 现在模拟你站在窗台上然后往下跳楼 然后脚尖是冲起来的 有一个一点点的向前的力 因为在阿发现场有一个脚印 所以就站在窗台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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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这个位置好正确 越来越逼真 模拟变到这样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完美的 这个实验结果 当然这个模拟实验 我觉得非常成功 你这高岁的 本来这个起跳 这个都是很复杂的事情 你要能够做的这个怀音 怀音度这么好 还是很难的 那么你如果有一个好的视频 其实对家属做工作是非常容易的 说服自己 说服别人的一个好的办法 我觉得这个实验有很大的钢组 就基本上让我确定了 就是一个身体前的钢绝 比较典型 已经指向了它是坠落的 但是我就觉得 你也没看到雪坡也好 然后它这个胸腔腹腔内 也没看到那种很多积血 我说那血能去哪儿 所以其实尽管看到这些伤 然后心中还是会存疑 行 三点半到那个三楼会议室 好 我们就要听他们去讲解他们的发现了 好 三点半在那儿见 没问题 好 好 那开始行动 因为双扇情况特殊 那个懒地上伤很多了 做那个时候 他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记录 那咱们先把那个室外的这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快速处置掉 避免群众围观 避免陷阱瀉 所以给石医生准备的时间很短 也是他们能力的一种考验 所以我们要打印吗 还是 把实验结果拿着不用印了 那么可以把那个就是 就多在一下 那个实验的记录给我发一下吗 实验记录在这儿 记录在这儿 好好好 你都计全了吗 计全了 你们把距离计全了就行 其他都都在 走吧 我心里了 你来了 今天一天很辛苦 这个 老师们更辛苦 我们现在呢 要听你们实验生的这个汇报 我们今天的这个下午的重点 是把这个女性的这个 她的死因是 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现 就做了那种侧伦表现 包括私表的 包括解剖的 所以接下来就看你们谁 想先说 当时听到 以车轮战曲 考核我们 我内心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因为我的时间把控不是很好 当然是紧张 就觉得自己能不能表现好 能不能回答得上来 当时的心里是挺忐忑的 那就是直接说吗 你先说吗 可以 那你就说一个 首先最直观的就是 尸体的一个体位状态 它是一个仰面的 然后穿着睡衣 是足 所以你看你说几个 好 她的牙齿 有考虑是下额骨骨增 右肩部有一大块不规则的 切开之后看来是有余血的 叶摩下的出血 右肩部比较出血 右肩部比较出血 右肩比较出血 又回到你了 左手的肘关节内侧有针孔 大腿小腿 以及她的手臂 它有一种分散型的一些小红块 她口腔你的毛声也是有点出血 解剖图里有她大脑的损伤 两侧的手腕都是有损伤的 然后右腕应该是骨折 手指也有骨折 你这一个说了三个 对不起 对不起 一趟损伤 其实对于实际生而言的话 在前几期他们很难这么坚定地去做到 但是现在他们对于信息的处理 伤情的判断 这些情况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强了 所以能够快速地做出自己的分析 觉得这就是他们能力进步的一个很大的体现 许宜宁 右前臂有个骨折 那个大脑 广泛性的脑出血脑脱伤 肉肩锁骨中线 第二到第三位皮下出血 右侧内肩肌出血 右侧内肩肌出血 右侧内肌有出血 好 我们把这个情况停一下 你看你们多少人讲了右侧的损伤 我一直在说右侧 所以后面 你们再不要就会反应右侧的这种损伤了 因为这个指向已经很强很强了 它就符合一个高坠的时候偏向一侧 还有什么 它尸体离那个墙壁最近的距离是3.7米 3.7米 对 这个数字还是很关键的 现场上的东西 那现场的话 它那个就是头下面有血流到地上的形成 血破 对 我这边最远 它那个距离是4.2米 它右手的施斑是比左手明显的 不让你说右侧呢 左手的施斑比右侧没有施斑 对 你可以反着说 对 确实它左手的施斑比较轻 对 我这个想法也是这样的 他的衣服很完整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有关个人信息的东西 衣服完整 对 高坠人的衣服往往会什么样 就是有一些破损 完整 完整破颜缝线崩开 所以特别像牛仔裤子 如果摔下来的话 线可以炸掉 那个皮带盘子也可以绷弹 然后在那模型上看 他的颈部有指压痕 有点儿类似于恶痕的那种痕迹 嗯 是都看到了吗这个 曲宇宁 我们就的这个事情解读解读 是什么玩意儿这个痕迹 我当时也是考虑是恶痕的 但没有进一步的想法 我的进一步想法是想看一下 他有没有皮下切开的那个 就是照片 啊 他这个解剖图里面 他这个颈部是有淤血的 那你这个就把曲宁的这个解释了 啊 他 你是没看到这个解剖图 没看到 没时间看是吧 好 所以你的时间管理得很好 你把这个看了 哦 子彤 嗯 我还说体表吧 体表有 有 双耳有出血 外耳道吧 对 外耳道 外耳道 也有可能是 摔下来的时候 剧烈的震荡 导致的那个耳出血是吧 看一下 是 细有的 你给他们瞧一瞧看 你们要 这个图片有点是啥 你们想好了再看啊 这图片 这是大脑的切片 女朋友你要看一眼吗 汗毛又竖起来了 第一反应肯定是因为视觉冲击太大了 然后就会不想看 我今天看了那些图片之后 我觉得法医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伟大 好 那还是 距离 我还有一个现场的观察 三楼的窗户是开着的 二楼关注是关闭的 就是它三楼要比二楼更有去低 起跳点的可能性 胃黏下出血 小腿的颈骨 它那里有个窗口 它的窗口是圆形的 有考虑到 它有其他或多种的一个智商物 这个窗是凶器造成的 对 有考虑凶器或者说是其他的东西 螺丝刀或者说是笔 刘涛玉能不能 你看到这个没有 看到了 什么解释 就有怀疑是不是 创严 就是他跨过那个窗口的时候 在窗台上面碰了一下 就是你们看这个右小腿的骨头怎么样 骨折了 骨折的 在高最伤的时候 如果出现骨折的情况下面 骨折的断断 是可以从里面向外面刺破皮肤的 这个特殊凶器就是自己人体的结构 所以这种东西会往往一起很多争议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找螺丝刀 那已经很麻烦了 这个城市还有什么 左肺鱼血 是鱼血出血 鱼血是血液在血管里面堆着的地方了 它在原位呆着的 出血用一个简单的定义 叫红细胞血管外现象 它该呆在这个地方都跑出去了 那叫出血 破出来了 对 剩下的鱼血是还在里面堆积着 对 那叫鱼血 堆着里面的 所以还是鱼血吗 对吗 但是即便是你说的是鱼血的话 我想你们在座的可以把每个脏器都说鱼血 心肝匹配肾 然后各种脏器鱼血那一大堆 再不要说鱼血的事情 有没有特别你们要强大的还有发现的 腹部打开有一个腹膜后血肿 腹膜后血肿 下期期还有吗 暂时就没有发现了 没有信息了 城市还有什么呢 没有了 是从 他的顺衣背面是有一些血迹的 衣服上背面 对 然后我再回到诗表检查 足部足底都是由那个下出血的 稍微一点还有什么发现 没有了 解剖图显示匹破链 然后长度大概得五厘米之多 还有发现的 就是他的关于他的毒物分析 就做了他安眠药的一些成分检测 没有检测到 毒物是阴性的 对 但是这些毒不包括像白草窟和毒树墙这一类 好 还有吗 他的会员布好像是有损伤 因为模型上那一片是有红色的 我觉得子彤小区目前说是最强 而且发挥也很稳定 区姐和头 他们两位就是 一个是有实习经验 一个有形成经验 还是很让人佩服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超乎我的意料 区志同他可能点杂得很准 区一宁他是比较稳的一个人 这是我对他们比较满意的地方 好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 待会你们还有一些 可能要形成文字报告上面 再把它拿出来 好不好 这个情况呢 先到这地方 儿子 你们讲的这些内容 有很多是很关键的信息 但是你们可能还遗漏了一些信息 给你们大概的讲一讲 这个人从他的这个 丝表上来看 右前额 右耳平 这个地方有皮下乳血 左面部有擦伤 双侧的结膜是苍白的 右小腿下车下段 翻动可以看见骨折断断 从里面刺出来 双手指甲发干 但是双侧的这个竹子苍白的 胸腔打开以后 右侧的第一到第十二肋骨 再挤住旁骨折了 二有出血 左侧肺和右侧肺 双侧可以大片的挫伤出血 腻下也是毛巾管空虚 肝脏的右侧 可以看见多发性的裂疮 胃里面有100毫升的痴迷 有啥? 就是没消化的 肉迷 好的 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然后我们就像这样的助力谈 给我们助力了 你们这六十分在那边现场 看了什么东西 给我们介绍 介绍 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 一个U盘 图片 因为我们现场拍照取证了一下 对 放一下 请 我是今天的教主 这是我的那个助手 没事 我可以坐在这儿 哎呀 不用 我来 我感觉我已经把这个现场模拟出来了 对 我运用了我的第七感 不 第八感 好 这个是我们拍的整个全景图 包括里面有这个案发的凶器 问题是 它导刃是 有一个非常不规则的 砍硬物的痕迹 还有这个血迹 所以说极有可能是在 搏斗 防卫的过程中 造成了一些这个损伤 这个呢 是他们的这个情书之类的东西 然后心愿旅行手册 就是结合刚刚那个情书里面 写的那些景点 他们约定好去玩的地方 但一个都还没去 这个是崔寨的人 他的这个消息 极有可能是他们的妻子和丈夫的矛盾的源头吧 源头 对 然后我们的现场还看到了一个那个针管 然后这个是已经使用过的针管 在他的窗台上面还有很多没有用过的一次性的注射器 我们发现了妻子她是一名护士 因为她是护士 她拿这个比较方便 对 这个就是地毯上的血迹 这个如果说要跳窗户 这个地毯是必经之路 脱鞋可能是有肢体冲突的时候鞋掉下来 这一块是污渍 污渍它紧接着是那个脚印 对 但是我们不确定 两人之间有没有直接联系 这个地方是我发现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极其的微妙 首先呢 马桶里面有女性的头发 马桶 对 马桶里面有头发 头发的话可能会在书台里面出现 要么在地上 如果在马桶里面出现头发的话 是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是把头按在马桶里面 或者怎么样造成这个头发的断裂 然后上面有血字 我们做了两个假想 有可能是她在清理现场 拿着擦血机的时候沾染上去的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在搏动 或者是挣扎的时候 血的这个剑上去的 所以我们推测妻子防卫过当 砍伤了丈夫 为罪跳楼自杀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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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们要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一会儿让你们进来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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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因和依据 就是根据这些情况 把你们初步想法讲出来 初步想法 初步想法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所以五分钟后 亚当汇报死因 也是对他们一种考验 当时听到牛头说五分钟就要汇报 是很震惊的 因为在牛头和助力团 传递过来的信息 是我们没有完全消化的 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说 特别特别紧迫 很难去做到一个很准确的分析 今天这个装饰案很多疑点 男性的问题还没解决 有新的情况 又出现了四个人 我是个小偷 当天晚上对丈夫家行窃 我是老大 死者欠了我一百多万的赌债 我就跟小弟上门要债 你不是很在乎你老婆吗 你要是不还钱 打死他 可能真有真凶在你 这个是笨得死去的 手上多刀 这个是穿刺吗 头的切头是拿骨质的 很诡异 太平行了 这个挺深 伤口很多 刀刀不自命 那死应该 身上的瑞斯窗很多 不像是自杀 他杀的 对 真是 你怎么确定他的他杀呢 手腕上很多犹豫的滑汗 还有那封信 都归我 伪造成被他人伤害 快抓忙了 昨天晚上呢 有个人去自首了 还有翻转 哎呦 天 很复杂 很复杂 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 有人欢呼 有人孤独感谢 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公务 一路前行仰望星辰 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 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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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是 我先是 终于祖国 老年祖国 终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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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让人们群衆 在每一个都市山林 感受到公平正义 全世人 向秦倩 屈毅林 陈时 刘朝玉 徐子彤